餃子 餃子是中國的古老傳統麵食之一 距離現在已經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歷史 餃子深受歡迎 是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必吃的食品 在中國, 很多省市在東智有吃餃的習慣 更加被譽為是吉祥食品 今天有很多人吃餃子當飯 Anti, 我看到前面這三種餃子 每種都脹粥粥, 很好吃 但是我看到有些跟平常不同 這個摺法好像我沒見過 是的, Picky 這個我們給了一個名堂 其實叫三摺法的餃子 其實最初的時候 我們是用最原始的摺法 但是那種摺法太繁複, 用得太多時間 想想想就試到這一種出來 而且他的樣子有點像元寶 對 對 就會比較特別 這個摺法也比較少 這個摺法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嗎 不是, 這個摺法是我和老公 不夠出來的 原來如此 立即要介紹我們認識吧 好… 你好, Jason 謝謝你故意煮這些餃子給我們吃 可以說一下這些是什麼名的餃子嗎 這兩個是辣菜譜餃 這個就是常吃素餃 這個就是章魚沙角豬肉餃 那我先試哪個 首先你可以先試清淡的素餃 我知道你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在後故事 你們在哪裡認識的? 澳洲 是不是在工作假期間吃的? 沒錯 是 然後怎樣在後到現在呢 最初其實他不喜歡我的 不是 立即是… 因為我們在澳洲的時候 其實是一起去一個旅行旅行 第一次去旅行的時候 就會看到對方最燈食那一面 然後就會覺得這個人這樣 很疏頭 對 所以他剛才說 我最初是不喜歡他 對 後來呢? 在這個旅程上 我們一個月的旅程 很喜歡幫助人 之後有機會大家聊聊天 再了解更多一些 覺得這個人也不錯 內在尾100分 你真是… 知不知醜的? 有些人 知醜 那拍了多久? 計算六年 那什麼時候結婚呢? 2019年生月 很短時間 恭喜你們,第八年好 謝謝 你們結婚之後才開店 是嗎? 結婚前就籌備了 之後就開店 沒多久就結婚了 你們開店之前是做什麼? 兩個都是咖啡師 咖啡師比較西化 餃子又比較中式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呢?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餃子 是 聊聊的時候 就打算賣食物的餐廳 比較大眾化的餐廳 比較大眾化的餐廳 聊聊後就決定賣餃子 創業過程中有什麼困難? 或者在你們一直做生意的過程中 其實找店是最困難的 找一間價錢合理 而且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的店 比較困難 而且地段也很重要 你們跟顧客也好像有點交流 對… 我們經常聊天 開店前一陣子 有些客人會有些不好的反應 吃完之後 他就跟我們說 這些是我們吃開的 但我覺得很普通 但他沒有說為什麼 然後我們自己再… 究竟怎麼普通呢? 再研究怎樣 會令他做得好一點 所以我們的餃子做了很大的改進 所以就研究中 現在吃的這三款 我想創一個人 一吃這個餃子 就會想到我們店的味道 所以我就想了三款餃子 譬如這個章魚沙角紫菜餃 我最初咬下去以為是馬蹄 是,馬蹄是怎樣 我們之前也打算用馬蹄 但是法國馬蹄太容易變壞了 是 而且沒有那麼甜 所以我們就想 有什麼可以代替馬蹄 代替品種 於是便想到沙角這件事 很好,我的確覺得那個甜味好 而且我看上去 本來以為是白蘿蔔 實在是非常好的創意 另外那種是什麼味道? 那種是辣菜泡豬肉餃 用我們自己炒的辣菜泡 然後再加白蘿蔔絲 這個已經改良版,改了幾次了 因為我第一次出售 人們就說 你的辣菜泡豬肉餃不辣 他這樣說 之後我就說 好,你說不辣 我就做到辣為止 我就做了一款 你滿意為止 現在這一款 人們吃過的反應就說 你的辣菜泡豬肉餃很辣 真的,因為你除了… 我怕你喜歡吃辣,你就吃 你不喜歡吃辣,你就選擇其他食物 是,因為菜泡除了很甜蜜之外 那個白蘿蔔也有甜味來中和 而且很肯定你有止天招 一入口的那種刺激 每個人都說 身分夫婦 如果一起工作 就會很容易吵架 是,那你們呢? 我們也常常吵架 大家的口味不同 初時的時候 他的湯可能沒那麼鹹 沒那麼鹹 然後我就說好像不夠鹹 之後我就說 這樣也說不夠鹹 對,然後我就說很鹹 之後沒多久,客人吃過 然後我就說這湯很淡 說了幾次之後 之後我就說好,老婆 我跟著你的口味 就是說做生意 令你們更加學會 互相體諒和互相配合,是嗎? 是 真的好,我今天真的學到東西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謝謝 謝謝 剛才碧琦訪問那對小夫妻 不僅有創業之道 還有創新精神 最重要是想接受批評 將來一定成功 接下來我訪問這位仁兄 被師父從小罵到大 原來嚴師出高徒是真的 廢哥,很久沒見 一陣子沒見 原來你的店多了這麼多古董 別說這些,這些只是貪過癮 貪過癮? 這些不能吃的古董 你又有這麼多 剛才在門口看到 有些能吃的古董也不少 你說陳皮吧 一兩陳皮,一兩金 那究竟你賣了多少百兩金呢? 廢哥,我拿一些陳皮給你鑑上去 好嗎?廢哥 是 金到這麼多黃金 陳皮怎麼分年份和功效? 三年以下的果皮 三年以上的當然越老也好 沒錯 陳皮其實的功效是什麼? 發痰子咳 但是在飯店裡 用陳皮做什麼菜才好吃呢? 我煮個陳皮蒸龍躉刺給你吃 二哥,嘗嘗老陳皮蒸龍躉刺 這個厲害了 讓我嘗嘗 一點也不會濃 陳皮味充足 你的黃金一流 謝謝… 很棒,是你煮的嗎? 現在我做管理多 讓師傅煮 你以前不是做廚師出身嗎? 是的 不過想起當時做廚房真的辛苦了 真的嗎? 是的 有什麼辛苦? 我沒試過當時學師 什麼都不懂 洗一下東西,洗一下毛巾 不會讓你碰任何東西 是 不讓你碰的嗎? 是的 怎樣學習? 沒有的,是偷師 怎樣偷師? 問師傅 是 味堂放在哪裡? 怎麼分 臭小子 找一條舔舔舔 你就知道了 那碰過點 結果怎樣? 問又問不到 我就真的自己看看 找一條舔舔 廢哥 是 嘗一下 黑椒牛柳粒 黑椒牛柳粒? 其實四處都有 是 那幹嘛唱歌 這些牛不同 是嗎? 是的 有什麼不同? 這些是安格斯牛柳 真的很好吃 沒辦法 現在的貨物又貴 給一些東西 一定是給一些好東西吃 好 好 說還說 你做了幾十年廚房 你有什麼得著? 有什麼得著? 我學會很多東西 學會很多東西? 是的 被人罵罵罵罵 不明白 一次做不到 第二次做 第三次做不到 一定做得到 究竟? 是的 又不懂 洗米也不懂 煮飯也不懂 你被人罵了幾次便懂 沒有理由說 罵了兩次 你走了不做 你給了東西 我收了 就不會給別人 這是我自己的 變成是你永恆的資產 是的 沒錯 你最重要是不要怕吃虧 沒錯 嚴師出高徒這個食物 是沒有假的 無論罵無論罵無論罵 無論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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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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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 我現在呢 我現在就沒有空 讓我吃一口 然後告訴你 你的豬油拌飯的水平好不好 這個賣相呢 就真的挺英俊的 因為這些用黑胡豬 用豬油來拌的 相當相當 好吃 是真的 但是 這個豬油拌飯呢 是 一個廣東菜的 經典版來的 吃多一口 好嗎 我不想停了 我吃過你這個陳 是 龍筋廁 牛仔粒 和這個豬油拌飯 我可以證實到 你今天的成就呢 真是值得年輕一輩 他想入行做廚 或者做廚藝這個行業的年輕人學習的 希望他們肯定被人罵一下 學吧 不要經常萎縮 罵兩句就走 罵兩句就走 即是你說嚴師出高徒 這五個字吧 對 好的